出在南明 走在南明 走这家庭在南明 最后那点 终点就是在里面 林明是一个位于彭亨州关丹县内的乡镇 早在19世纪 林明就被发现蕴藏丰富的西 因而吸引了英国人前来开采西矿 以渐渐地发展成一座繁华的城镇 在上个世纪 林明的西产量排名世界第二 并拥有全世界最深的西矿隧道 可惜的是 林明后来也因西矿而逐渐迈向衰落 在1986年 林明的矿场由于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 宣告倒闭 从此 这个因矿业昌盛长达半个世纪的乡镇 已逐渐沉积下来 1953年 我做车房 1957年 就买母架 感人 我就储工走 落冠灯做 一直到1963年 我再度回来做矿工 直到1987年 冠败 矿场倒闭之后 林明优如战后的废区 破败而荒凉 庆幸的是 百年的西矿业不但为林明留下了许多文物和古迹 也为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林明这块土地更值得一提的 莫过于上天赋予他的美丽自然环境 以及那淳朴的乡情 随着林明山的云海和彩虹瀑布的天然奇观 被世人发现之后 人们对林明的认识也慢慢增加了 人们对林明的认识也慢慢增加了 这个林明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 你马来人说林明成用是怎样成用 你马来人说林明是一个三番标的 其实不是 这个是华人的名字 云海泥漫的林明山 水势磅礴 深如黎明的彩虹瀑布 有着琳琅满目的器具与资料的博物馆 拥有超过三千个闪闪发亮的天然原石的水晶屋 美食方面 那令人回味无穷的林明山水豆腐和山水豆花 闻名侠耳的正宗手工林明面 让人垂涎欲滴的彩香烧肉 色泽油亮的叉烧 以及全手工制作的传统淡散 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和当地美食 让许多游客慕名而至 也令当地的旅游业出现一道曙光 旅游业开始应该是接近九十年代 这样我们就很喜欢到郊外去 这样工作之后周末 星期六周末 因为林明是没有消遣的地方 我们就喜欢到郊外去 这样我们要到郊外去 要找特别的地方 首先就想到土著 因为土著他们时常在森林里面活动 我们问他 他讲有个很高的波布 叫很高的波布 当然不知道多高 我们就要叫他带我们去 我们去过了之后 看到这么高的波布觉得很少 就会出来讲 后来是有个朋友他拍到这个有彩虹的照片 就那个时候开始才叫彩虹波布 林明除了美丽的瀑布 其云海更令人赞叹 清晨登上林明山 观看绚丽的日出 和让人如临仙境般的云海 是到林明必游的行程之一 那么这个林明山也是我们早期带一些朋友爬山 带一些新的朋友在那边开始的 那么现在政府有放点 做点栏杆之类的东西下去 就变成提升了为这个景点 你爬到山上 在早上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云海 新加坡的朋友有讲过一句 说他有去过世界上很多那种看云海的地方 但是都处在很高的山上 上了一千 两千 三千的山上 才能够看到这样的云海 可是我们这个只有七八百侧的山 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云海 所以实在是难得 民间相传这一句话 林明是个靠近天堂的地方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引人入胜的天然奇观 以及拥有浓厚传统风味的美食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非常平静 非常传统 我一直在想要做一些东西 我一直在拥有什么东西和这里 我很幸运我来到这里 然而 这看似风光以你的乡镇 却有着外人无法理解的辛酸故事 也许在人们眼中 林明是个从木落的西乡渐渐翻身成为旅游圣帝的乡镇 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旅游圣帝 他必然为当地居民带来可观的生活收入 然而 当地居民却表示 林明成为旅游区 并没有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帮助 当地发展受到组织 寥寥无几的就业机会 使得年轻一辈难以留守在林明 因而被迫离开这座乡镇 另谋生计 今年我相信会比去年差 因为很多因素 有的是经济 因为每天的经济比较差 了一时对有一天 时eler是过来的 漂亮之所以 人家里比较关的 Happy夜 Bennad 初日,羽生是非常健康的 你不看到很多活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动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政府的 政府做一些 去推延新的东西 去保持新的东西 我们是在这一年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但是它是很少 我们却没有保持新的东西 林明或许是个有历史特色 旅游业正蓬勃发展的乡镇 但在掀开了这看似繁华的面纱后 又有谁晓得林明逐渐在退后的故事 这是我的家 我感觉这是我的家 因为我生在这里 我生在这里 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我休息 所以 这是一个很奢侈的地方 林明曾经文明于世的西乡 过去的风光与明媚 孕育了多少文化和后代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现在的林明已慢慢变得黯然失色 未来的林明会变得怎么样 会否有另一个春天 让它重现光辉 还是它终将在新一代人的记忆中 渐渐退彩呢 稀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